注定了我是一个瞎子,一如我眼中的世界,可我想让天睁开眼,可惜我摸不到天。 梦好沉默,望着小宝,望着燕尔,许久许久,他轻叹一声,转身一步,走出了铺子。临走前,他回头看了一眼燕尔的微微鼓起的腹部,那里有一个生命正在酝酿,与其说那是分身地久式的子嗣,不如说那是他在轮回中的骨肉。 与前几世不一样,这一世的骨肉正在慢慢的成长。 梦好站在了街头时,他的神色有些复杂,他没有去干扰,没有去阻止两个人在一起,因为他不能。 他之前既然选择了放手,那么如今就不能去强行阻断。 这分身的地久式因地久禁的缘故,在明雾上的敏锐,让梦好有些吃惊。 不但雕刻出了地久禁的地久印,还有方才的那些话语,都让梦好这里沉思。 墓中无天,方可疯天。 梦好难难,随后又摇头。 不是这样,别人以为他的墓中没有天,可实际上,在他的世界里,在他的眼中有天。 这天,正在他的手中一刀刀雕刻出来,那地久印就是天。 当他手中的木雕完全雕刻出来之时,就是这分身地久式作画的一刻。 他这一生,就是为了雕刻出这地久印而存在的。 梦好沉默走向远处,他没有离开这座城池,而是在城内买下了一间屋舍,居住在了那里,默默地等待时光流逝,等待分身地久式完成之时。 时间一晃过去了八个月,小宝当爹了,他的妻子为他诞下了一个女婴。 这女孩不是瞎子,她的眼中有世界的多姿多彩,她的笑声带着欢快,回荡在这一家人中。 女孩的名字是他娘亲戚的,单名一个满子,圆满的满。 这孩子从小就被爹娘换作满儿,一个不是很好听的名字,可小宝很喜欢,他的妻子也很喜欢。 在骨肉出生的一刻,小宝心情激动,他抚摸着女儿的小脸,哈哈大笑,转身用木雕将女儿雕刻出来,摆放在了女儿的床头。 又过去了数年,当小宝的女儿八岁的时候,第九印的木雕小宝已快要完成了一半,他的发丝里出现了第一缕白发。 满儿捏手捏脚,一把抱住正在雕刻的爹爹,咯咯的笑声带着天真传出,小宝笑着将他抱起时,满儿看到了爹爹头发上的白丝。 爹爹,你长白头发了,别动,我帮你把它拔掉。 马儿抬着小手,摆弄着小宝的头发,找到了那根白发,将它拽了下来。 小宝抚摸着女儿的小脸,笑容慈祥,带着满足,带着幸福。 岁月再次流逝。 一年后的深夜,当小宝手中的刻刀在那第九印的木雕上消下时, 这木雕上出现了微弱的光,真正的完成了一半。 几乎在这木雕完成了一半的刹那,外面的天空上突然雷声滚滚。 这雷声回荡整个第一大陆,如同有某种意志在怒吼,甚至苍穹也在翻滚。 四形成了一只眼,凝望大地时仿佛在寻找,可最终一无所获,只能慢慢消散。 几乎在这云层翻滚的刹那,城池内距离小宝这里不算太远的巫舍中, 梦浩本尊抬起头,冷冷地望着天空。 这一刻小宝不知为什么,他隐隐觉得似乎有人在天空上看自己,也抬起了头,可他什么都看不见。 这一天夜里,苍穹云层不在翻滚时下起了雨,这雨水洒落并非只是这座城池内,而是整个第一大陆都下起了雨。 开始时,雨水这种自然变化没有人去在意,凡人都不理会,更不用说修饰了。 可这雨却连下了七天,始终暴雨,甚至一些低洼的地方已经开始形成了水沟时,隐隐要成为了灾。 此灾终于让凡俗的王朝开始了紧张,纷纷采取一些措施引流入江海。 七天不是终结,而是短暂的晴朗后,雷霆轰鸣,雨水再次落下。 无边无际,似乎没有时间的限制,第二个七天,第三个七天,第四个七天。 这场雨下了一个月,两个月,三个月。 无法想象,平日里轻柔的雨水,如果连续下了数月后,那种整个大地都弥漫在水波内,整个天地都潮湿的感觉。 已然是灾难了。 第一大陆的修士出手了,试图去改变天地,让这雨水停下。 可最终即便是至尊出手,也无法让这雨水停止。 他们能做的是将这大地的雨水开出运河,流入大海中。 可这不是长久的办法,雨水依旧,且但凡是试图改变这一切的修士,都会在不久之后,于修行中走火入魔,暴毙惨死。 仿佛是触犯了天意,被天伐而亡。 凡俗已然快要成为汪泽之地,小宝所在的城池也是如此。 那些城墙如稀泥一样,不少地方都坍塌了,很多巫舍也是如此。 人们只能冒雨去修气加固。 甚至家家户户雨水止不住地流淌进来,淹没了地面的同时,也引起了异常场瘟疫,以及各种潮湿带来的疾病。 唯独小宝的家里,雨水很少进来,家中哪怕是在这雨天里,也依旧保持干燥。 小宝不知道原因,她的女儿也不知道,唯有她的妻子明白,因为这是她暗中施法,她保护不了别人,可却能保护了自己的家。 这场雨,什么时候能停啊? 小宝轻叹,在这大雨的日子里,铺子的生意已好久没有开张了。 就算是家中还有鱼粮,可若这雨一直这么下去,那么再多的鱼粮也都不够了。 沉默中小宝坐在那里,拿起木雕继续雕刻,随着一刀刀地落下,雨水始终持续。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修饰出动,在这大地上布置了一个又一个阵法,开凿了一条又一条运河,可只能缓解,无法跟除。 就这样,时间流适,一晃过去了三年。 三年的时间,雨水始终没有停下,无数的人迁移,无数的村庄被淹没,很多平原消失了,小宝所在的城池已成为了汪洋。 他们一家人也不得不迁移,随着难民一起向着地势高的地方走去。 在这途中小宝的爹娘病倒了,他们年纪已大,身体不适,这一病险些归须,可最后却奇迹般地好转,喜悦激动的小宝没有看到他妻子微微苍白的脸。 雨水更大了,每天都有人死亡,唯独小宝一家人在这迁移中保持着精力,而小宝的木雕他没有停下,每天都找出一些时间雕刻。 直至这场迁移再进行了一年后,在一座高山上,难民的人数越来越少时,雨水慢慢停了。 在雨停的一瞬,在所有人从心底欢呼时,一阵寒风吹来,带走了所有人的温暖,使得他们欢呼的神情眨眼间成为了煞白。 雨停了,可却下起了雪。 整个第一大陆一瞬间温度骤降,雪花落下的刹那,小宝身体一颤,他感受着脸上的雪,他看不到四周,可他能听到四周人的呼吸声。 那一声声呼吸,带着压抑,带着死亡的气息,更带着绝望。 仿佛前一刻还是潮湿,可下一瞬就成为了阴冷。 这样的天气变化,引起的灾难,比雨水还要强烈太多太多。 天地飘雪,温度的下降,使得大地开始冰封,恶劣的气候,是哪怕运河也都无法解决的灾难。 更多的修士选择干扰苍穹,可最终但凡出手,都会暴毙,直至一位八元至尊在出手后,直接被天空的寒风吹过。 洞崩了神魂死亡后,没有人再敢出手。 整个第一宗也在那先是雨水而后是雪花的灾难里,不得不选择了迁移。 他们可以算出,这一场灾难是天要灭第一大陆,无法阻挡,无法抵抗,即便是长教老者也在苦涩中摇头。 他已然察觉到,对于第一大陆而言,灾难还远远没有达到高峰。 第一宗离去了。 这一天的夜里,小宝的妻子燕儿,看着天空飘来的雪,也知晓了第一宗离去。 他咬牙之下,欲带着小宝以及女儿也离开第一大陆。 可几乎在他施法的刹那,整个第一大陆突然的天地之力刹那消失。 所有的灵气,所有的苍茫之力,一瞬间如同是被盖住,如同是被阻断。 彻彻底底的消失,好似被全部抽走。 天地之力的骤然消失,引起的反应,使所有如今还在这第一大陆的修饰,他们全部面色大变,一股磅礴的微压轰然降临。 压在他们身上的同时,将他们体内修炼多年,以属于自己的修为之力,全部不容丝毫反抗与挣扎地,直接挤出了身体。 散在了天地间,而他们在这一刻如被打落下了凡尘,成为了凡人。 仿佛有一个巨大的罩子,在这一刻盖在了第一大陆上,使得其内之人无法出去,而外面的人更是不敢进来。 因为只要踏入第一大陆的范围内,修饰立刻成为凡人,此事引起了整个苍茫派的轰动。 所有的九元至尊都出动,徘徊在第一大陆外,看着第一大陆触目惊心的同时,也都有种发自心底的战力。 天诺! 掌教老者难难低语,抬起头看着苍穹,看着罗天星空。 以他如今修为,他已然察觉到,第一大陆之所以如此,是因整个星空似乎对此地产生了强烈的恶意。 与此同时,有大多擅长预言的修饰开始推演,这种推演往往有很强的反噬,可偏偏这些人的反噬,只是一口鲜血就获得了想要的答案。 天罚! 天怒! 有让苍茫愤怒之事在这第一大陆上出现。 第一大陆上,有一股力量正在诞生,这股力量将是整个罗天星空的敌人,必须要隔绝这股力量,必须要阻断一切危机。 否则的话,从第一大陆上诞生的这股力量将颠覆整个罗天星空。 这样的预言越来越多后,第一大陆被彻底的封死。 而在这第一大陆上,如今失去了修为的修饰,他们绝望中在那雪花的飘落下瑟瑟发抖。 烟儿这里惨笑起来,却没有办法改变。 小宝不知道妻子的变化,可他能感受到死亡的临近,这片世界已经变了,变得陌生,变得充满了愤怒,变得杀气腾腾。 越来越多的人死亡的同时,也有一次次暴乱出现,越是在灾难时,人性中的恶就越是存在了成长的养分。 随着整个大陆的沦险,随着雪花的飘落,随着温度的降低,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尸体。 剩余下来,有一部分独自在外,寻找躲避以及生存下去的方法。 可更多的却是组成了一个又一个势力,居住在山洞内,勉强生存。 而食物的稀少,使得生存越发艰难,往往一点食物就可以让无数女子不羁去做所有的事情,也可以让不少人红眼杀人。 甚至在很多地方,已经开始流传着吃人的故事,而漂亮的女子在这个年代往往是悲哀的。 小宝的妻子在失去了所有的修为后,拿出利刃,划破了自己的脸,丑陋不堪。 那一夜,小宝抱着妻子与女儿,一家人流着眼泪,默默哭泣。 那一刻,天空上漂浮着一个人,他是孟浩。 整个第一大陆即便是失去了天地之力,可他依旧如常,没有丝毫变化。 他复杂地看着分身的地久室,看着滑破脸的烟儿,看着满儿,看着下方这一家人,孟浩沉默了很久,叹了口气。 他还是没有选择出手去干扰。 数月后,小宝这里因为木匠的手艺,虽然是瞎子,可却在这冰寒天地里有一定的价值,所以被一处居住地留下,成为了其内的难民之一,被允许住在山洞里。 每天吃着很少的食物,小宝整个人越发地干受下来。 他的妻子也是如此,不再如曾经般的明媚,而是披头散发,如一朵枯萎的花。 实际上,在这生与死的考验间,烟儿若想要活得更好一些,他是可以做到的。 虽然失去了修为,可他身体的恢复还在,以他的美貌,在这片世界里可以活得很好。 可他选择的是每次脸上的疤痕快要愈合时,再次豁开。 他哪儿也不去,陪着小宝,陪着女儿,这里是他的家。 一如他当年第一眼看到小宝时,感受到了对方是自己寻找的师尊转世后,他喃喃的低语。 我保护你。